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刚刚过去的2023扬帆远航大湾区音乐会简直火爆得让人难以置信 三天连续霸榜 比兔年春晚还热 今天 我们将深度挖掘这场音乐盛宴的幕后故事 特别聚焦于周深的压轴表演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一切变得如此引人瞩目 绚丽舞台 100分钟神仙打架 整场音乐会呈现了19组精彩的节目单元 邀请了华语乐坛的顶尖歌手 每人一首经典金曲 其中 周笔唱和周深的表演成为全场焦点 两位截然不同风格的偶像带来的表演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周笔唱的连唱风的季节纸飞机堪称经典之作 特别是与同声合唱的纸飞机 无论是舞台效果还是唱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观众甚至表示 周笔唱就是一个被埋没的香港天后 而大魔王周深则在音乐会前后持续输出 从古剑分音乐会到大的回声直播晚会 再到新歌《伶牙之旅》上线 实力压咒出场 周深的个人主场 童星园引爆现场 音乐会的压咒表演当然少不了大魔王周深 他的新歌童星园在音乐会上首次亮相 舞台设计将焦点聚焦在大湾曲素人身上 营造出群星璀璨的感觉 而对周深的特写镜头相对较少 这一安排引发了不少争议 一些营销号开始对央视的决定提出质疑 认为周深的出道时间短 相比其他前辈来说不够资深 为什么要让他压咒呢 接下来 我将逐一回应这些质疑 回应质疑一 李克勤 谭永林 周深的一同 这三位歌手在时代 音乐风格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不应该拿来直接比较 音乐会的表演顺序并非仅仅考虑咖位大小 更多是基于歌曲风格和整体氛围的设计 此外 周深与李克勤 谭永林之间不仅在业务上有着密切的合作 而且私交相当好 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 回应质疑二 周深的光辉榜样 周深一直以来都是偶像光芒四射 参与各类综艺和大型晚会都传递着正能量 他的个人品质和音乐作品一直备受好评 之前还与李克勤组成情深深组合 私底下关系亲密 因此 音销号的质疑显然是站在无知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回应质疑三 周深的音乐多元风格 有些人将周深定位为流行歌手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周深的音乐风格百变 不拘泥于单一流行风格 他所涉猎的音乐类型无疑让人叹为观止 流行歌手通常只追逐热度 而周深一直在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央视选择让周深压轴出场 绝非抗位大小的考量 而是基于他的实力和音乐才华 音销号的吐槽只是站在无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留言 我们一同深度挖掘这场音乐会的背后故事 是的 周深喜获音乐盛典的年度歌手奖 这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他一直踏实 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舞台 他是一个在舞台上闪耀的歌手 我们期待更多他的好歌 难怪有网友说 宅在家里 在家没事干 放着周深的歌 躺在阳台上晒太阳 听了一上午 心都要被周深的歌声融化了 周深 你就是我的星辰大海 我的春花秋月 喜爱你 喜欢你的歌 是我最值得的选择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周深的魅力和音乐的吸引力 对于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事情 周深一直全力以赴 时光一定会让你满载而归 这是一个对每个人都有启发意义的信念 最近 我刷到了一段周深参加跨年晚会的幕后花絮 感人至深 在花絮中 一位资深平台跨年晚会导演分享了他对艺人合作的看法 他强调了直播节目的要求 特别是对于艺人的到场时间 由于年底跨年纪 艺人们都非常忙碌 有的甚至不得不分身奔波 可能会迟到 然而 他也提到了一些艺人的配合度极高 这些艺人往往会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这位导演也提到了周深 他对周深印象深刻 认为他不仅有高人气还拥有强大的实力和高情商 最后导演感慨地说 是难得的大家合作过觉得效果非常好 会一直约的艺人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周深一直以来对每个舞台和工作人员的尊重 以及他的专业 敬业 真诚和用心 周深一直尊重舞台 尊重观众 每一次合作舞台都让人惊艳 每一次合作歌曲都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注入新的生命 他唱不完的歌 演绎了无数经典曲目 令人钦佩不已 他不仅有综艺才华 还拥有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 他发歌的速度比听歌的速度还要快 似乎在他的字典里 根本不存在懒惰这个词 他拥有无限的潜力 对音乐充满热爱 他是娱乐圈里的劳模 综上所述 周深获得 不仅因为他在音乐领域的卓越表现 还因为他对每一个舞台都兢兢业业 始终秉持着专业和敬业的态度 他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音乐才华 还在于他对工作的真诚用心 周深的音乐是多彩的 充满情感 能够触动人心 他的歌曲中包含着丰富的情感 能够让人共鸣 无论是欢乐还是泪水 都可以在他的音乐中找到 他的音乐风格独具特色 始终如一 这使得他的歌迷们对他格外敬仰 不仅如此 周深的速度也让人叹为观止 他似乎总是在不断创作和发表新歌 让人难以跟上他的节奏 他的音乐创作不仅数量众多 质量也一直保持高水准 这让他在音乐界的地位更加稳固 周深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舞台的尊重 也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无论是大型音乐会还是小型演出 他总是全情投入 为观众带来最精彩的表演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震撼的视听盛宴 让人流连忘返 总的来说 周深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歌手 不仅因为他的音乐才华 还因为他的敬业和真诚 他的音乐能够治愈人心 让人陶醉其中 他的专业精神和对舞台的尊重 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我们期待着他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和演出 周深 你的火热程度不仅仅体现在人气和实力上 更体现在你对音乐的热情和对工作的专注 你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心 周深 这位备受欢迎的音乐之心 不仅以其音乐才华和舞台表现力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心 还因其与工作人员的良好合作和专业态度而备受尊敬 他对每一个舞台都充满敬意 把每一次演出都看作是一次珍贵的机会 这种态度令人难忘 周深的音乐作品多种多样 令人印象深刻 他能够跨越不同的音乐风格 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 唱出不同的情感色彩 他的歌曲不仅是音乐 更是情感的表达 能够触动人心 引发共鸣 他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歌手 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创作者 他的创作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每一首歌曲都充满创意和深度 他的歌曲不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情感的流露 作为一个娱乐圈的劳模 周深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专业和敬业的含义 他在舞台上闪耀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音乐盛宴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个视听的享受 一个音乐的饕餐盛宴 综合而言 周深不仅因为其音乐才华和人气而备受瞩目 更因为他的专业精神 敬业态度和对音乐的热爱而备受尊重 他用自己的音乐感染人心 用自己的演出点燃舞台 成为了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心 无论未来如何 我们都期待着更多周深的音乐作品和演出 因为他的音乐是一种治愈 一种魔力 一种让人陶醉的情感 周深 你的火热程度不仅仅在于表面的火爆 更在于你用新创造的音乐之火 这火焰将继续燃烧下去 照亮我们的心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